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后镇可以说是世界极限运动的集合地 除了极限运动之外呢 也有很多亲子家庭类的活动项目 不管你是跟团还是自由行 只要是来新西兰南岛 那肯定会来黄后镇 相信有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困惑 我到底该怎么在预算之内玩性价比最高的项目 我过去的三年一直都在做旅游产品的推荐和销售的工作 我把所有的产品都尝试了一遍 现在我已经离开了这份工作 所以可以从比较客观的角度来给大家做一些推荐 那首先我最喜欢的黄后镇的项目 我要放到第一个来说 就是黄后镇的古典蒸汽船 我相信每个到过黄后镇的人 都不会错过这艘在瓦卡提布湖上行驶的蒸汽船 它是南半球现在唯一还在运营的蒸汽轮船 它造型的很古典很独特 然后蒸汽船它是包括了不同的套餐 你可以选择只是坐船往返游览一下瓦卡提布湖 或者可以选择坐船到达湖对岸的农庄去参观一下农场 看非常有新西兰特色的碾羊毛表演和牧羊犬表演 还可以加与丰盛的自助午餐或者自助晚餐 如果是带小朋友的家可以选择公场参观 然后它还有赠送的一个茶点 可以喂喂小动物拍拍照片 我最喜欢的是自助晚餐的这个行程 是晚上6点钟到10点钟 一个原因呢 因为我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安排别的活动 另外尤其夏天的时候要时间很长 6点钟出发的时候是白天 阳光下你可以拍拍湖水 山风景色很好看 在你吃晚餐的时候 是夕阳落日傍晚 然后坐船回来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船上会表演钢琴演奏 非常的浪漫 很适合情侣的一个项目 而且我可以不责任地说 这个餐厅做的自助餐非常好吃 不是鸡肋的那一种 那这是我推荐的第一个项目 OK 第二个项目这个全天的项目是时长有9个小时 中文名字叫做达特河独木舟探索之旅 这个项目是包括往返接送的一个小时的车程到达出发地 是这个电影指环王的主要取景地 格里诺奇 如果你想体验一下中途世界的景色的话 那格里诺奇是必去的地方 从皇后镇到格里诺奇之后 会做喷射快艇 从瓦卡提普湖出发 进入到达特河 深入到国家森林公园里去 两侧的景色非常漂亮 你有很大概率可以看到雪山 喷射快艇也是新西兰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发明创造 每一次他要刹车的时候他要做一个300电视度的旋转 很刺激很好玩 之后呢你会分成不同的小组和一个专业的向导 在一起半周顺流而下 然后滑独木舟的行程 带你进入到一个很狭窄的小峡谷里去 这里水的颜色非常的清亮 划船到中途的地方会有一个丰盛的 午餐做一个休整 这一天的行程你完全不会觉得无聊 是一个非常适合家庭或者情侣的项目 需要注意的一定要带着游泳衣去 因为是需要换衣服的 如果你是带小朋友的家庭 小朋友的身高必须要在一名以上才可以玩这个项目 我个人觉得有一些比较刺激的元素 又风景观光结合的很好 是一个具有多样性的项目 然后第三个项目我想说的就是 几乎没有人会错过的天空缆车skyline 从皇后镇的镇中心搭乘天空缆车 坐到皇后镇的山顶上之后呢 你会看到一个皇后镇的全景 几乎所有拍皇后镇的照片都是从这个位置拍的 所以我觉得缆车是必坐的 然后如果你是比较有童心的人呢 你就要买缆车加滑板车的这个套餐 套餐一起买的话 大概几块钱牛币 你就可以去玩一下 滑板车呢是在皇后镇山的山顶上玩的 景色很好 它是相当于卡丁车一样 没有引擎 所以是手动控制速度 价格可以说是皇后镇所有项目里最便宜的 有一个友情提示 最好是在你坐缆车的前一天稍微了解一下 在缆车上还有什么其他的项目 有可能会有兴趣玩的呢 因为缆车只有一次的往返 如果你坐过缆车下来之后 我又想上去玩一个别的项目 比如说滑翔伞之类的 你可能还要再买一次缆车票 就不是很划算 然后缆车上除了有这个缆缆车之外呢 它还有一个自住餐厅 午餐和晚餐都是需要提前预定的 然后还有滑翔伞 丛林飞越 还有一个五个小时的徒步 如果是徒步爱好者的话 你坐缆车上去可以再走五个小时到一个更高的山顶上 这个步道呢叫做Ben Lomont 另外如果是做过功课的朋友可能会问到 那我可不可以不坐缆车 我可不可以爬上去 答案是可以的 这个步道的名字叫做Tiki Trail 它就在缆车卖票的办公室的旁边 然后你就爬上去 大概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如果你爬山上去是免费的 但是这并不是一条适合推荐给所有人的步道 因为它比较陡 修缮的也不是很好 如果是刚下过雨之后呢 非常的滑 所以如果你是带小朋友或者是老人的话 不要走上去 那个步道还是蛮危险的 前面的三项都是一些可以说是适合所有人的项目 后面几项我想推荐一些极限运动 因为毕竟黄河镇可以说是世界极限运动的一个集合地 这儿最出名的极限运动 就是蹦吉 黄河镇的蹦吉有一家公司在运营 叫做AJ哈卡 我们国家最有名的澳门塔蹦吉 也是这个公司在运营的 30年的历史 100%的安全记录 在黄河镇运营三个蹦吉跳点 第一个最有名的就是卡宝劳大桥 43米的高度 从桥上跳下去 你可以选择触水 你的头部或者手臂沾到河水 选择卡宝劳大桥 很有纪念意义 高度也不是太高 景色非常优美 而且它有一个很好的观景平台 还可以自驾过去 可以说是入门级的一个蹦吉 如果你想挑战自我的话 黄河镇最可怕的一个项目 就是第二个蹦吉跳点 内维斯峡谷蹦吉 它的跳点是建在内维斯峡谷里 拿钢索 拉在这个峡谷的正上方 做个电梯一样的东西 把你运到这个房子里面 从房子上跳下去 我去体验过了 这个感觉会会发软到你不能想象 如果你就希望玩黄河镇最可怕的项目 那绝对就是内维斯蹦吉 134米的高度 然后全程是4个小时的一个体验过程 你需要做它的交通工具才能签完 第三个就是天空缆车蹦吉 可以看到黄河镇的全景 它是一个自由式的蹦吉 所以它的护具是记在腰上面的 47米的蹦吉 也是很值得去体验一下的 说过了蹦吉之后 如果您有一颗想蹦吉的心 就真的没有做好准备 下一个项目我想推荐的就是 黄河镇在社交网站上 非常有名的一个项目 叫做高空鞦韆 它可以单人和双人一起跳 两个人可以一起去玩这个项目 黄河镇有两个高空鞦韆 一个叫做内威斯峡谷高空鞦韆 120米的高度 我去高空鞦韆的地方看过了 很可怕 如果你两个人一起做的话 可能会更有乐趣一点 另外我个人更推荐去体验的 叫做Shotover Canyon Swing 它是在这个沙特欧瓦河的峡谷上方 109米的高度 60米的自由落体 它同样的也可以两个人一起跳 这个鞦韆最特别的呢 就是它有70多种的跳法 比如说你可以滑滑梯跳下去 然后可以坐在椅子上跳下去 你还可以骑着自行车跳下去 然后你可以被人踹下去 就很有意思 还有工作人员 可以尽它最大的可能来捉弄你 它除了体验恐惧之外 还有一些有趣的地方 那下一个就是真的是景色和恐惧并存的一个项目 就是高空跳伞 从飞机跳出去的那一刻 你真的就是在湖的正上方 群山环绕 冬天的话还可以看到雪山 真的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震撼 另外的话很多女生肯定会关心的一个问题 拍照 跳伞的话它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跳伞的摄像师和你一起跳下去 它在对面拍你 那你可以获得一个全景的角度 另外一个就是和你一起跳伞的这个跳伞教练 他拿一个GoPro来拍你 你会获得很多的这个脸部特写 具体看你的预算 还有你喜欢哪一种照片风格 我两种都有放在我的视频上 所以你可以做一个比较 另外的话有一个小建议 决定去跳伞的朋友 穿一个稍微紧身一点的衣服 因为跳伞是要换一个全身的脸体服的 这个衣服比较素身 所以如果你穿了一个松松垮垮衣服 那可能就会显你体型比较大 然后跳伞有三个高度 15000尺 12000尺和9000尺 我个人建议你要从12000尺做选择吧 肯定是越高越好 看你的预算 但是9000尺来说呢 它的自由落体时间实在是太短了 只有15到20秒的时间 你花了这么多钱 就是为了体验这个自由落体 所以我建议你从最少12000尺开始选择吧 当然了高空跳伞不是适合所有人的 如果你不喜欢很刺激的自由落体 然后我又想体验一个高空项目 这个项目会很适合你 就是高空滑翔伞 在黄后镇呢 它是有两个跳点 一个是在天空缆车上面 可以看到黄后镇的一个拳击 需要坐缆车上去 另外的一个呢 叫做黄冠风Corona Peak 它在冬天的时候呢 是黄后镇的一个主要的滑雪场 相比较而言 我会更推荐Corona Peak 因为它的费用相比低一些 你不需要再买一次缆车票上去 它是包括往返接送的 另外的话它的高度比缆车高一倍 高度会更高 但只不过呢 它湖景没有会很多 我会更推荐你去坐一次缆车 看一下缆车上的景色 然后再去玩一下Corona Peak 这样你两个地方都会去到 黄后镇很多人会问 我是怎么起飞的 它其实就是到山顶上之后 有个教练和你一起 在山顶上有个助跑 你大概跑10米左右吧 这个伞就会把你带飞起来 所以它没有任何的自由落体 没有下坠的过程 所以并不是很刺激 如果你想体验一下 在高空中的感觉 黄像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下面一个 它是一个目的地 叫做霞湾国家公园 最出名的叫米尔福德霞湾 米尔福德霞湾 距离皇后镇 大概有4个小时的车程 这么远 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去呢 因为它那边特殊的霞湾地貌 包括这4个小时的景观路 风景变换多样 很大概率你可以看到冰川 瀑布 新西兰特有的高山鹦鹉 到了霞湾之后 会坐两个小时左右的游览观光船 去游览霞湾的景色 可能会看到野生动物 比如说海豚 黄岩企鹅 海豹等等 去霞湾的话呢 它其实有几种不同的交通方式 你可以选择自驾过去 然后只是预定一个船票 如果你只有两个人 三个人左右的话 推荐你选择坐大巴去参观这个地方 因为毕竟这个车程真的是很长 你大概要开9到10个小时的车 中间有两个半小时 都是山路 又比较崎岖 辛苦 大巴的话 司机又是一个导游 他可以给你做讲解 如果你的预算没有那么紧张 你可以选择飞到霞湾 会有固定翼的小飞机 5到12个人左右 小容量 45分钟单程就可以飞到霞湾 降落之后你来坐观光船 再坐飞机回来 大概的费用会在500到600纽币之间 包括坐船的费用 最主要的是你很节省时间 可以在空中看到皇后镇 到霞湾中间的这一段变换多样的地貌 另外还有一个霞湾 叫做神奇霞湾 它同属霞湾国家公园 它的路程长度 米幅差不多 大概也要4个小时到5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神奇霞湾要做很多种不同的交通工具 坐车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到达马纳波里 45分钟左右的船程 还要再坐半个小时的大巴 才能到神奇霞湾 尤其是带小朋友的游客 因为你会一直换各种的交通工具 然后小朋友会觉得没有那么的无聊 而且相比较米幅来说 神奇霞湾会比米幅大10倍的这样的一个容量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喜欢远离游客 远离商业的话 我只是想听听自然的声音的一个人 去神奇霞湾是一个很好的选项 最后的一个项目呢 我也是可以说是适合所有人的吧 直升机观光 它分有短途和长途的 可以根据预算来做选择 从黄后镇出发的话 最短的是一个20分钟的飞行 黄后镇的上空 飞一圈 欣赏黄后镇的景色 在山顶上有一个降落 从直升机上下来 然后拍一些照片再回来这样子 30分钟 50分钟左右呢 你就可以飞到冰川 在雪上降落 甚至可以穿裙子 在雪山上 拍一个纪念仪的合影 如果你选择长途的飞行 直升机可以飞到 米尔福德峡湾 西海岸的海边 景色换多样 因为你从湖区出发 经过山区 雪山 峡湾 海岸 直升机它对 这个飞行高度的要求表低 你会看得很真切 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好的工具 从上帝视角来看一下 这个美丽的大自然 刚才的几项是我觉得最值得推荐给大家玩的 所有的项目都是因人而异 要看你个人的性格 做一个规划 另外的话 如果你是很喜欢驾驶的人呢 皇后镇有两个很好玩的驾驶的项目 叫做Buggy 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 它是一个适应各种地形的 和皇后镇这个公司呢 叫做Offroad 它是在皇后镇山上 做一个山地的驾驶体验 你可以开到那种很陡的坡上 再俯冲下来 还有一个公司 叫做Delta Discovery 这是在格雷诺奇的 所以你需要先自驾到格雷诺奇 它这个是在河床沙地上面的一个体验 没有那么的刺激 但是自由度很高 景色非常的漂亮 你可以中途停下来 有一个野餐再开火来这样 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玩水的游客 我推荐一个项目 只有夏天才有 叫做Kanianning 中文翻译叫做西降 它就是在这个小峡谷里面 包括有绳降 滑锁 跳水 水滑梯 你会在这个小峡谷 度过一个半天 或者是一天的时间 你必须要是一个不怕水的人 很好玩 很充实 有一点冒险 前方未知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如果是冬天来的朋友 不要觉得好多夏天的项目都玩不了 皇后这离滑雪场非常的近 三个滑雪场 都有当天游的套餐 大概就这样 我能想到的是这些 大家有什么疑问 欢迎随时提问我 也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 希望你能够享受 马上到来的新西兰的假期 第一期视频 希望大家多多谅解 很感谢所有观看到这儿的人 因为我不知不觉就啰嗦了很多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